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4年 香港某富商满眼恋爱地盯着床上瘦弱的其中 心中发下重视 只要我妻子能病情好转 我愿意变卖公司资产 并将利润所得的一半给公司员工 或许是此言感动天地 他那去了一半命的妻子 奇迹般地恢复了起来 而这个男人更是信守承诺 散尽万贯家财 悉数分给公司的140名员工 上至公司管理层下到仓库员工 每个人都拿到了将近50万美元 当时所有人都夸他是绝世好老板 殊不知他更是一个绝世好丈夫 是豪门富贵中难得的友情郎 而那个让他散尽千金的妻子 正是在香港鼎盛一时的一代鬼后 王小凤 他做过太妹 拍过血针 婚后身患重度抑郁症 酗酒 吸毒 屡次自杀 甚至谋划杀掉丈夫 而这一切都要从他从小住的地方说起 不得不说 王小凤从出生开始就和鬼妹难舍难分 香港有一个叫吊锦岭的地方 是香港十大恐怖地区之一 1908年 一个加拿大人在当地置办面粉厂 结果生意失败 投资亏空 人受不了打击在厂门口上吊而死 也正是因此得名为吊锦岭 成为凶煞之地 人人闻风丧胆 无人居住 1949年 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 而到不了台湾的国军就纷纷跑到了香港 当地政府将吊锦岭改名为吊锦岭 将他们安置于此 久而久之就成了人尽皆知的难民区 凋避破败 哀嚎遍野 70年代 该地还被影视创作者多次搬上了荧幕 题材军事凶杀 斜碎相关 可见其影响力 1962年 王小凤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特殊地区 人穷规矩多 生在兄弟也就罢了 王小凤的父母平平还极度重男轻女 他们认为女孩将来早晚就要成为泼出去的谁 穷养富养死不了就行 自小就对王小凤拳脚相向 虽然没有把他当人看 再加上王小凤头上还有几个哥哥 一个姐姐 作为老药的自己几乎是被所有人欺负 被爸爸打 被哥哥打 被姐姐欺负 连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时 他只能背过身去偷偷吞咽 这种环境让王小凤自小就阴沉寡言 六岁那一年 在别人都吵着药糖葫芦的年纪 他却起了轻生的念头 将麻绳挂在电风扇上 一脚蹬开了板凳 可不曾想 由于吊扇太破 经不起王小凤的体重 竟脱落了下来 砸到他头上 自杀失败后 王小凤又去深山里被毒蛇咬 没死 森林大火 他又跑过去置身其中 又没死 命运给了王小凤满盘结束的开局 却总是在他选择放弃的时候 拉他一把 13岁那一年 王小凤出掌成人 面对哥哥的欺凌 他学会了反抗 而这种态度也让父母更为暴怒 二话不说 就像他一脚踹出了家门 是真的被踹出家门 踹的时候父亲还一口一句 还不走 被赶出家门时 王小凤只有一条牛仔裤 一件汉衫 和一双崭新到自己不舍得穿的球鞋 为了谋生 王小凤刷过盘子 发过传单 一个女孩只身在外闯荡 难免会被人蛊惑 结识了几个小婚婚后 王小凤还做过一阵舞女 稍微在社会上立足后 王小凤立刻想起了父母 只留下了十块钱给自己 将省值兼用攒下来的五百元大票带给了父母 却不料 父亲狠狠地将钱扔在地上 轻蔑地说道 这肯定是你做不正经工作赚的钱 我不要你的脏钱 还有 回家这个事 你想都不要想 王小凤再次走出家门 空荡荡地打街上 他觉得自己像极了一个笑话 既然家人都视我为草芥 我又何必尊重自己呢 对人生再不抱希望的王小凤 从这一天起堕入万丈深渊 竟是无边的黑暗 他给自己化上艳丽的妆 烟不离口 酒不离手 穿梭在酒吧和游戏厅里 用酒精和毒品麻痹自己 他与一群同样有着失忆人生的姐妹 混住在一起 这群女孩子年纪相仿 经历相似 倒给了王小凤从未感受到的温柔 他与姐妹们醉意人生 以为如此便可以相互取暖 度过一辈子 但几个姐妹接连惨死 逼着王小凤不得不看清现实 寻找其他活法 与王小凤最交好的小姐妹 在过量毒品的作用下产生幻觉 这个女孩一边飞快地跑出屋子 一边脱掉自己的上衣 嘴巴里大喊着 我是无敌女金刚 我是无敌女金刚 而她奔到十字路口时 正好撞上迎面而来的大火车 当场血肉模糊 这一切都落在了随后赶来的 王小凤的眼中 王小凤陷入抑郁和恐慌之中 白天她昏昏沉沉 到了晚上又夜不能眠 死去的姐妹让她看到了 自己无望的未来 于是她决定从混沌中走出来 试着去过另种人生 也正是这个决定 让香港影坛中 多了一抹鬼后的风华绝代 21岁的王小凤 出落的眉清目秀 风情中带着一丝 看尽世世的苍凉 命运使然的 王小凤被心态一眼相中 开始进入演艺圈 1984年 香港准备拍一部 名叫猛鬼出龙之厌鬼发狂的恐怖片 导演集续一位 可以接受相演镜头的女演员 为了抓紧这次难得的机会 导演的要求她都一一满足 包括让她拖 大胆的表演风格 让她被耳东深看重 在错点鸳鸯中 担当了女主角 这部电影不仅让王小凤红了起来 还让她拿到了第五届 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 谁能想到 这一年金像奖的影后 在不久之前 还是一个住在群族屋里的 黑社会太妹呢 24岁就能获封影后 演技自然不俗 同年其出演的平安夜 还提名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 最佳女配角奖 但她最出名的 还是在林正英的《僵尸先生》中 饰演的女鬼小玉 她也因此得到了鬼后的封号 还为《花花公子》杂志 拍摄了全裸的写真轰动一时 既然是鬼后 自然少不了街拍大量的鬼片 她还出演过《鬼新娘》 《僵尸翻生》 《猎鬼缠身》 和《惊魂记》等 特别是《惊魂记》 这部电影的拍摄 让她和林青霞 王祖贤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但也是在拍《惊魂记》时 王小凤和当时恩爱的男友 分了手 受到严重的情伤 但事业的成功 并没有让王小凤得到救赎 反而让她每天都沉浸在 各种阴暗的角色里 更加重了她的心理扭曲程度 加上男友叛变 她又开始用酒精 不断地麻痹自己 甚至每天早上 都会想要去自杀 直到后来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 让她彻底崩溃发狂了 而命运 这次终于对王小凤温柔以待 给她安排了此生的救赎 许立信 许立信与王小凤 拥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 她少年时 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留学 而后拿到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白手起家自己创业 在行业内也算是个传奇的人物 就是这样 两个行走在不同命运轨道上的人 却在冥冥之中相识相爱 成为彼此的救赎 1990年 许立信与王小凤走进婚姻殿堂 而后王小凤退出影坛 移居美国 一年后 王小凤便生下了一个儿子 而许立信的声音也有了起色 开始腾飞 公司的年营运额 甚至达到12亿美元以上 在美国排名第二 满以为是大团圆的结局 后面的剧情 应该是王小凤有了丈夫的爱 然后慢慢走出阴霾 谁知现实要残酷很多 王小凤发狂的情况并没有好转 反而越来越严重 他经常半夜惊醒 想起童年的灰暗和屈辱 在深夜中无法入睡 睁着眼睛数着时间滴答滴答的声音 他用酒精麻痹自己 把头往墙上撞 甚至自残 弄折自己的手骨 后来的王小凤 再想起当年的日子 无奈地笑道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女鬼眼多了 那个时候的自己 就像是一个女鬼 看到妻子的失控 许立信当即决定 把王小凤送去精神治疗中心 我没病 你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里 王小凤痛苦地嘶吼着 他觉得丈夫是要抛弃自己 于是在一次拉扯中 他拿着刀向许立信冲过去 经过医生的诊断 王小凤患上了狂躁型抑郁症 这与他成长的经历 有着莫大的关系 王小凤清醒时 对着许立信说道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 我不想拖累你 我们离婚吧 许立信却宠溺着摸着妻子的秀发 说道 你在想什么呢 你可以尽情发泄 打我都没有关系 只要你不要伤害自己 王小凤的情况 需要身边有人长期陪伴 于是许立信 着手变卖自己 花了数十年打造的商业帝国 他在心中默默利愿 如果小凤能病情好转 我愿意将变卖公司资产的 一半利润分给员工 2004年 许立信与Gateway主席 达成收购协议 Gateway以2.9亿美元 收购许立信的电脑公司 通过交易 许立信获得1.29亿美元 随后 他拿出近7300万美金 分给公司员工 上到总经理 下到搬运工人 人人有份 每人平均分得几十万美元 此举当时轰动全程 有人夸他是绝世好老板 许立信却谦虚地摆摆手说道 我不是一个慷慨的人 我已把最大份留给了自己 只是我认为应该照顾我的员工 不仅是绝世好老公 还是一个绝世好老板 在丈夫的陪伴和不断的治疗中 王小凤的病情有所缓解 状态也稳定了一些 2006年的时候 有有人邀请他回香港一趟 而恰好他的父亲 当时也因中风 危在旦夕 这时候的王小凤 想到了去世的母亲 他不愿再留遗憾 选择飞回香港 并且找到父亲进行和解 大病一场后的父亲 也可能是想通了什么 选择接受了他 从那以后 王小凤开始变得平静下来 不再像以前那样暴怒 渐渐地通过看书 信教找到了人生的真谛 也给了自己一方净土 活到今天 他也终于体会到了 真正的爱是什么 他变得平和 朋友们都说他 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都说一个好的爱人 堪比良药 不错 许立信就是那个好的爱人 在他的默默陪伴下 王小凤也终于已经过起了 悠闲安定的退休生活 曾经那个令人窒息的 一代鬼后 历经半身折磨 坠入无间道轮回 心而上天垂炼 终于遇到可以救赎自己的人 踏上平凡而幸福的人生 这也算是老天爷 对他治安童年的一种弥补吧 只是云云众生 又有几个人 能有王小凤这般的福气呢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记得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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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